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NBA西部决赛,勇士队,VS独行侠队第四回合的比赛,在此前,联赢三场比赛的勇士队,完全像是变了一支球队一样,投篮各种打铁,助力球员,似乎是出攻不出力,打得昏昏沉沉,反观,独行侠队,早早就进入了状态,不断命中三分球,早早就建立了大比分领先优势,曾一度领先了勇士队,29分。 到了末节比赛,以替补阵容的勇士队,一度将分差,缩小到了,只有8分,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勇士队主教练赫尔,依然没有派上全部主力阵容,最终,勇士队,以9分之差,输掉了比赛,将大比分,改写成3比1独行侠队。 从本场比赛来看,勇士队,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来看,很明显,有放水的意思,说简单一点,那就是勇士队,就不想赢下这场球,不想以大比分4比0,横扫独行侠队,晋级NBA总决赛。 其实,在此前,勇士队,就曾有多次,在大比分3比0的情况下,都没有赢下第4场比赛,而是在第5场回到主场后,最终,才淘汰对手晋级。 那么,勇士队,为何不想赢下第4回合的比赛呢? 分析一下,有几个方面的原因,其一,给独行侠队一些面子,如果以大比分4比0,横扫独行侠队,可以说,让独行侠队,多少有点挂不住脸,勇士队此发让一场比赛,可以让对方心里舒服一点。 其二,科尔提 第4回合的比赛